看一点充满阳光的消息 澳洲西部的博斯多次被选为 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市府单位和民间组织都相当重视自然保育 而最环保的观光方式 当地有两个旅游达人说 他们可以带您徒步观光 位于澳洲西部的博斯市 有山 有海 也有湖 非常重视环保 看到如此良好的居住环境 要如何让观光客 在最不伤害自然环境的情况下 深度了解博斯 这两个大男生就想到 何不就用走的呢 他们成立的双脚和心跳 徒步观光双人组 带领观光客从市中心开始 介绍博斯的历史建筑和文化背景 一路走下来 可以看到位于天鹅河旁的天鹅钟塔 不用搭交通工具就靠双脚 一路看进博斯的过去和现在 节能减碳又环保 博斯距离澳洲和东南亚主要城市都有数千公里之遥 被称为世界最偏远的城市 但却也保有完整的城市生态 现代办公大楼和传统楼房并存 美丽合景和悠闲生活气氛 在这里用双脚就可以走遍博斯之美 TVBS新闻综合报道